曾经的刑警队对决 因为一起意外 被判了八年 而出狱后 第一个来见她的是被害者的父亲 你受拖累了 你是个好警察 所有的煎熬和不义 全都浓缩在了这短短的五个字里 几年前 14岁女孩被入室奸杀 嫌疑人王大勇 因为被愤怒的群众殴打 最后意外死在了审讯室 导致了负责此案的三大队连带入狱 而另一名嫌疑人王二勇还逍遥法外 在出狱后的四年里 成冰找遍了大半个中国 做快递员 出租车司机送水员 终于抓住了这个恶魔 而这个连编剧都不敢编的故事 确实由真实事件改编 2018年 一篇名为《请转告局长》 三大队任务完成了的 济世文学火爆全网 这是当年网易文学年度点击总冠军 曾经被万人血书要求拍成电影 如今他被正式搬上了大一幕 这个故事为什么感动了那么多人 首先在于他的真 成冰本是刑警队的队长 他当了十几年警察 积累了大量的办案经验 当年正是三大队一起复发的时候 可这起案件 却彻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 当时成冰给出五天时间破案 可实现快到 嫌疑人之一王二勇下落不明 而王大勇在被捕之前 就被市民殴打成重伤 最后意外死在了审讯室 三大队全体被派入狱 在审讯室里 王大勇把所有的罪名 都推在了弟弟王二勇身上 并且对他的行踪闭口不谈 因此王二勇迟迟为能落网 后来成冰因为表现良好提前处狱 再回到社会 一切都变了 他变成了一个局外人 警局回不去了 连家也茂盛了许多 而三大队的兄弟们 早已被生活压完了几粮 他们放下了过去 继续为生活奔波 但成冰放不下 如今凶手王二勇还在逍遥法外 被害者不能入土为安 于是他读伤了自己的一生 周遍了大半个中国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 他凭着一点一点收集的线索 终于找到王二勇 一路上有人质疑他 有人心疼他 有人劝说他 他们说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 人是该往前看的 而成冰恰恰是与其相反 他坚持自己的执念 耗费了人生最宝贵的12年 却做了一件可能没有结果的事 在这种情况下 大多数人在权衡利弊后 通常都会选择放弃 但成冰却在无数条路中 选择了最难走的一条 他有一个执念 就算只剩他一人 也要抓住罪犯 否则不止不休 而电影《三大队》 讲的不只是暗箭 更是人生的命运与选择的故事 虽然命运无法预测 但我们可以在命运之下 做出选择 我们或许无法成为成冰 但世界需要成冰这样的人 有星辰才能在黑暗中仰望星空 正如片尾曲《人间道》的歌词 警察顿了六年大牢 初遇却发现兄弟们早已面目全非 一千最聪明的 现在卖起了保险 身手最好的 现在却靠卖手串为生 而最勇敢的 空有一身武艺 却只能在夜宵摊里炒菜 就连别人想提起他光荣的过去 他都会羞愧的拒绝 最可惜的 黑暗鼠这个只有二十来岁的小警察 本来虔诚一片光明 现在却沦为训狗师傅 一辈子都不敢再和人打交道 他们的痛 一个比一个刻骨骨骨心 但当前队长找到他们 说还想要继续追查六年前的那场凶杀案时 他们却无比的义无反顾 坚持要和前队长一起追凶 大家都不甘心 虽然警服已泄 但警察的心却始终都在跳动 我骨子里也是一警察 完成这起案件 给受害人和家属一个交代 也给自己一个交代 于是 他们很快就奔赴长沙贵州等地 拼尽全力寻找一切线索 为了接触更多的人 他们专找那些苦力活 有的去网吧当网馆 有的去摆夜宵摊 尤其是前队长成兵 为了寻找线索 做了无数种工作 比如环卫工 空调修理员 送水工等等 每一份工作都很辛苦 成兵却甘之如遗 因为他心中只有一个信念 那就是一定要将凶手捉拿归案 而作为成兵的扮演者 张义也很好地演出了他的剑影 以及人生经历大起大落后的气质转变 从最开始当队长时的一气风发 到一招沦为囚犯的满心不甘 再到后来出狱 被生活魔去棱角的落寞 前后强烈的对比 让人看了就忍不住唏嘘 命运何等无情 但成兵却凭借满腔倔强 硬生生闯出了自己的路 有趣的是 当张义扮演环卫工时 落魄的形象连路人都没认出来 这竟然是当红的演员 而他扮演搬运工时 几次从同事面前路过 也都被他们当成路人 过了好久才认出来 并且在影片的最后 张义还有一个演技风神的景后 大家可以亲眼去影院看看 绝对能只回票价 毕竟电影改编自真实事件 相关文章也在网上爆火过 从一开始 就有无数人希望他能被拍成电影 而电影相关消息出来后 大家更是期待着拉满 将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拍好并不容易 但三大队在经过两轮电影后 口碑却一直不错 不仅猫眼评分达到9.6 逃票票评分更是高达9.7 真是实打实的贺岁岛内报片 不管是业界还是观众 都是一片好评 而且最难得的是 看完电影之后 后劲十分勉长 从此看见身边的宋水公 大排档的老板 都能回到在影院的两个多小时 回到被三大队故事感动的无数个瞬间 或许 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成兵 需要更多静职静责的好警察的原因 年末想看一部好电影的朋友们 千万不要错过这部电影